我们说了诚意、证心、格物 然后为了自知 这样大家就会明白一点 这个自知是一个目的 目标、结果 其实也是初衷 很多人搞不清楚 开始跟结束它怎么可能是一样的 它本来就是一样 那初衷就是结果 结果就为了完成这个初衷 所以前面那些全都是过程、方法 那为了自知 我们达到自知以后 那就再换个比方 就是读书为了明理 就明理了 那明理之后呢 就是行道了 修身治国七家 修身七家治国平天下 那平天下 其实也是一个目标 那我们最后再说 这个自知啊 有很多种方法 那前面说这个通过格物 它也只是一个象征的比喻 不得已而分工 分出来这么多什么证心诚意的 那就是像人工作一样 不得已才分工 那你有擅长的 他有擅长的 那再分嘛 那没有的话 就是大拿嘛 创业的时候就自己一个人全包嘛 老板也上嘛 那就是这样的 那人他就是想做大 你就没办法 其实谁不会做 谁都多少都会 你没什么了不起 那么自知 我们说通过格物的方法 其实理解的格物不一样 就包括前一节课 说这个把物分成格子 是什么意思呢 有人会这样理解 就是说人是人 这个主体 零 那些看不见的东西 是你的芯片 是主导 那么跟外界的事物 甚至包括自己的身体 全都区分开来 你这样理解也没问题 虽然说狭义了 但只要是有用就好 你古人说 不宜物息 不宜己悲 这些一切的一切 不光是什么钱财 全都是名利 这些虚的 看不见的 也是歪灾的 你真正的就是 那个意义那个心 所以这些 你都要隔开 现在说物质学的意识 完全是被物质左右了 被科学给引导了 那你那个心在哪 找不到自我了 没有心 那问题就出在这 我们国学 这方法讲的就是 就这个东西最重要 把它找回来 那你说除了这个格物 能不能别的 就只要是你达到 为了完成这个 能够治之 治之啊 就是说 什么呢 真理呗 但是 什么才是真理 那又要反过来问 说科学啊 实证的 一切的 一定都是真的 那只是我们眼睛能看到的 对我们 好像有用的 但是 又要区分 你用到什么程度 什么是人伦 那适合的 自然而然的 这些 那方便法门才可以 那如果你科技发展过度了 那就 人 就好像有的科幻片 灾难片演的 人就是一个大脑了 什么都没有 人身体也没有了 什么都不干了 人者身体里面那个 狼狼一样 就一个大脑 你看外星人 好像就脑袋很大 身体很小 都没什么用 你发展到那个时候 人不像人了 所以 你还是要 真理止于至善 没人所用 有形而知之 学而知之 困而知之 很多前面